吉安香五谷公主是神龙大帝6月2号举办神龙大帝的圣诞庆典 现场徐政委立委夫婚旗 五谷公的主委包涅华还有先议员郑乾隆及广大信众 向神龙大帝五谷爷上香礼拜祈求势力圆满 欢迎先吉安香五谷公表示 每年农历4月26号是神龙大帝的圣诞 也就是台湾民间俗称的五谷王的神龙大帝圣诞 神龙大帝是中国古代商皇之一 有五谷先帝、开天炎帝、药王大帝的别称 神龙大帝主要是负责农业为主 他不但研究以及养殖各式各样的作物 也会清偿这些百草与研发医药 他的攻击成就了无数受苦的吉普人们 因此神龙大帝被视为农业医药之神 也受到农民、粮商、药商等奉视为守护神的祖师爷 最初科教人新建主要是吉安五谷公 民国56年间建立 后来附近民众各族群也产来参拜 苏醒来为吉安乡向到重要的信仰中心 五谷公主是神龙大帝 由苗栗县公管乡鹤山五谷公所奉立而来 侧寺为圣仙寺、冠圣帝君、文昌帝君、三圣圣帝 天上圣母等神尊 目前也为吉安G7最重要的客家聚地 经常举办各项客家活动演习等课程 例如教师节圣诞办业三线吉礼 以及花林客庄烟机、客家文艺能百人成果发表会等活动 早于客家社会主要以务农为主 农业收成好坏 关乎一年来新疗的成果获利 在无法控制天后在意之下 只好祈求神明 所以客家族群在群绪之处 仇设了五谷神庙 作为祭祀以及信仰中心 至今民众在生活上困难 也会向神龙大帝、五谷爷、三厢礼拜 祈求顺利圆满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